而老Francisco这边并没有着急盖牌 他还要加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HustlerCastlerLive官方中文战的解说员龙凤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这周五Hustler超高额的精彩集结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装卫的野人Daniel Kiss 拿到一手一石草花做了三败 而Francisco呢口袋圈四败推了出来 PDF拿着一手AK被夹在了中间 这很有可能只能跟住了 夹住的话还是要担心后手的Jungle 4200PDF数了出来 这AK直接跑了吗 这也太果断了吧 一个是被夹在了中间 跟得难受 另外一个是也确实跟不动 都不信 Lexo说你要是一手AK我给你5000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回放的重要性了 赶紧去看回放 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Jungle困得都不行了 已经睡着了两回了 那他拿到一手68方块加注300入池 好你们先慢慢想 我先睡一会儿啊 三人池翻牌 A90两张方块 Jungle拿到了一手花顺双抽 老Francisco打了700 Jungle这是要加注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困的时候打过牌啊 扑克也好 麻将也好啊 我感觉这人脑子完全是跟不上的 在这种情况下 Jungle还能推出一个加注 那手里牌绝对不会太弱 Francisco虽然中9啊 翻牌面直接盖掉了 真要是打得特别困了 我推荐回家 因为很有可能你怎么输的都不知道 然后一个大地石输出去啊 马上躲也行了 接着来看这手牌 迪拜土豪A4杂色 开到位先手加注到了600 超级大呢 K9杂色大盲位 三败做到了3000 迪拜土豪这边开启了思考模式啊 A4虽然有位置优势 但是牌却一般 怎么说 跟还是加还是盖牌啊 都可以啊 拿出一颗5000 6000 7000 7500 他们做了一个反打 这个加注甚至不到三倍啊 这言外之意是想让丹去看翻牌吗 不知道丹能不能嗅到一些不对劲的气息啊 翻前先加了个600 会不会是口袋K呢 甚至更大的口袋S 直接叫了 他们的忧运 单的嗅觉还是灵敏的呀 鼻子太尖了 这有位排手已经倒下了 Can beat these guys in his sleep 梦里啥都有 是吧 梦里可以击败所有人呢 继续来往下看 Pedef再次拿到了一手AK 但他这回呢 直接选择low in 哎呦 Francisco 一对A死啊 完了 Pedef之前盖掉一手AK 那是相当的后悔啊 这回为了不让自己后悔啊 先推 哎呀 但可惜啊 老大哥在头顶啊 只发一次 AK 花色没被压制 还好 可以通过连发的K 或者是一个顺子面来反超 但其实也很难了 输光的话 看起来Pedef是要回家了 570 花色没有帮助 哦 顺子面 好吧 接着来往下看啊 迪拜土豪口袋3 先手加注到了800 丹恩在装位呢 做了一个隔离 直接隔走了所有人 他要跟迪拜土豪单挑 这迪拜土豪感觉对上丹恩 断位差了那么点意思 不过排好啊 翻牌汤姆中赛 单拿着底队6继续开枪 他已经把自己的一手68 玩成了一手一圈一K 翻后下注半尺 汤姆不着急 check call 继续放对手看转牌 转牌一张黑头 呃 汤姆继续过牌 这估计会是个check race了 如果丹恩再打的话 底18000 趁上丹恩打了5500 打的还是挺重的 不知道汤姆会不会加注了 这不加注 我感觉这合牌还真不好说啊 加注的话可能就结束了 迪拜仁还是一个跟注啊 可能还是觉得丹恩态上打的有点重啊 这加注就没推出来 最终合牌第四张黑桃 这个牌面对丹恩非常的有优势啊 对手连续的过牌跟注 这真的是不像有一张大黑桃能干出来的事 来吧丹恩再偷烫米次 一万九的破 盒牌丹推出了一万三 哎 这可怜的三条三啊 真是玩不下去了吧 盖牌 Action丹恩再次得逞 接着往下看 Lexo口袋10 夹至500入持 丹恩武器方块枪口为跟了下来 翻牌圈46两张方块 确实对丹恩帮助很大 给到他一个花式双抽 Lexo呢被盖了一顶帽子 翻后小打700 来看这手单挑 Lexo能不能在单的炮火下呀 存活下来呀 翻牌面直接加注 3000 你还敢跟吗 不过这一枪打出来 Lexo基本也锁定了 单手里应该是没圈的 好 那我感觉合牌之前应该不会结束了 转牌一张6 很明显6跟Action丹也没什么关系 第二枪还要不要开 不开感觉赢不了啊 好像还得开 丹恩继续打 这一枪也不会太轻 为了阻止对手去看合牌 丹恩打出了 打出了将近一个满池 人嘛 都是有点叛逆的 你越不想让我看合牌 我就越要看合牌 丹恩连续的两个中注 并没有劝走野人二号Lexo 而最终合牌 哇 孙子还到了 那这手牌丹恩真的是赚麻了呀 看起来 看起来又是一个超迟的下注了 这手牌丹恩打得越像是bluff Lexo跟住的概率就越大 他说丹恩总是手里有点东西 丹恩今天晚上偷鸡真的很多啊 而且很多偷鸡他都亮了牌 不过即便牌桌形象再差 那也不代表他就不会拿这手好牌啊 骗你超额支付 Lexo猜 丹可能是一手六七啊 恰好在特上拿到三条 要不要抓 最终Lexo还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没投铁着硬上 今天晚上的丹恩彻底支罢了这张牌桌啊 来看这一手牌 翻前迪拜土豪 K圈做了一个小的open 并没有人再做加注啊 四人池 翻牌圈四二 土豪拿到顶对大踢脚 打了六百 除了土豪还真没人中牌 Francisco有一个后门的铜花挺牌 追一追 看上一张黑桃 Francisco铜花挺牌到手了 过牌 位置比较差 不打 但是过牌加注是有可能的 顶对继续打价值 打得好像还挺重啊 2900的坡 Tom打了4500吗 这Francisco怎么来理解啊 这花还要不要买 好 这花是买下去了 但是也得好好想一想啊 土豪是拿着什么牌啊 要做一个超时的下注 会不会和自己一样也是一手听牌呢 你有什么牌呢 Tom Tom说你要是盖掉啊 我就亮给你看 这是在示弱吗 Francisco一听 好好好 看来你牌也不咋的 合牌一张方块4 出攻队 老Francisco要不要打 这是放弃了吗 还是说有什么说法呢 他可能想着Tom估计也没中牌 如果Tom能连开三枪 可是Francisco这Chaco也尻不动啊 难道会是个Chakris 还是一个秒负呢 合牌一万二的底池 Tom打了 乌鱼直接打满池 踏上超池 合牌满池 怎么回事 而老Francisco这边并没有着急盖牌 他还要加注 这想演什么 想演一首二四的葫芦吗 老Francisco可不是 会去玩二四这种牌的人呢 难得一见的Francisco偷鸡 合牌他打了三万二 我也以为Francisco会盖牌的 没想到他却做出了反打 看起来第一 对于Tom的牌风有所了解 第二 也是读到了Tom手里的牌 不太对劲啊 超池的下注啊 很有可能是没中的 今天晚上可怜的迪拜人啊 得谁被谁偷啊 哎呀 可惜啊 让老Francisco得逞了 实嗨 确实这手牌打得好啊 接着来往下看 超级单翻前 58红桃 加注到了1100 迪拜人口袋6跟住 老Francisco 89杂色也跟了下来 而这个翻牌面非常的讲究啊 跑开一张大S不说 土豪呢 中6 Sat6 Francisco还有Action单 全部是双头摇顺 Flop上单打了1500 牌面有Ace啊 还有两个对手 Tom要不要加注 4500 直接反打了三倍 老Francisco看牌的成本在增高 但是双头顺的停牌啊 好 一个跟住 单的话 这牌应该会继续买下去啊 卡顺的话可以走啊 双头顺怎么着 也得看一张吧 这牌面 特别冤家的可能性啊 不高 就看谁能中牌了 第11,7000 Tom后手还剩34,000 看上一张草花3 对的 4,5成顺呢 站上Tom要不要继续打 两个对手 很有可能有人在买顺子啊 那也就意味着现在顺子应该是拿到了 万一Tom要是在转牌吃到Chagris 不会又盖掉了三条吧 为了不让老家伙们动手 他自己先打 17,000的坡又打了9,000 看牌的成本在急剧增加 好 老Francisco这边先是扛不住压力了 直接盖掉了 对上Tom 丹有信心 丹不走 跟他死磕到底 好 最关键的盒牌来了 36,000 Napad 这边是河 这边是河 这边是5-0 呵呵呵 郁闷了 Francisco 盒牌 不能说是Nats啊 但也差不多了 只有一个后门的铜花可以击败他呀 迪败人这边最大的对手 已经死在了七牌堆里 I don't know what to do So I'm just gonna bet myself 打24,200 奔着一张A4而去 这手牌应该已经结束了 当然手里只有一对5啊 应该是跟不动了 加注的话也没空间了 对手已经近似于O1了 老Francisco还在懊恼着自己的盖牌 当然了 如果Francisco也没走的话 多人迟啊 他们在合牌还真的不一定会推 也不一定会跟呢 接着来看这手牌 小马哥跟Action丹又撞上了 丹在后卫啊 用一手A7做了400 马哥想着A5打翻后好像有点难 干脆啊 咱一不做二不休啊 直接打对手的气牌率 怎么样 跟不动了吧 没等到一个秒扩 马拉诺知道自己的胜算再提高 最后单还是跟了下来 那这手牌马哥 十有八九是危险了 一手A5 恰好还被压制了 那来看看 两次发牌 这个十万的底持到底会被谁拿走 哎呀 第一次发牌一张七发出来啊 单率先中牌了 那应该是稳了 好 现在小马哥只能期盼着赶紧给自己调张五出来 啊 有五 小马哥这会儿能松口气了 转牌黑桃 不过没用了 马哥已经做成了葫芦 这样的话 最终结果还好啊 平分 虽然单没能赢下这手牌 不过也展现了他的胆量啊 A7黑桃敢去接无印呢 好的 好的 朋友们 来看今晚直播的最后一手牌了 还是马哥K6方块推了出来 面对两个人呢 K勾算了 如果是A勾啊 单或许会跟住啊 张狗最终拿着口袋酒 切了马亚诺的O-Win 小马哥说自己是AK 这一会儿要真是连发两次ACE出来啊 张狗不得把马亚诺给掐死啊 来看结果 翻牌578 小马哥拿到双头顺的听牌 转牌没有帮助 合牌 这边给到了Action单一个特写 单的K勾 第一次是能跑赢的呀 第二次发牌 478 现在一张5或者是一张K 可以让小马哥活下来 完了 感觉没了 最终是张K 尼他妙的管阶叫AK是吗 大哥你是不识术是吗 不过最郁闷的 当属Action单啊 两次发牌他全赢啊 好 那随着这首牌结束 今晚的直播到这也就告一段落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周见 CALL THE SMALL BLIND Action单 放在一场上 准备了 53%VPIP FRANCISCO 非常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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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激 很感激 咱们下 FRANCISCO 不是很感激 准备了 但我们不想象律 Action单 非常感激 我希望你一生 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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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 明天 Max Payne Monday FRANCISCO 大质 质 Action单 现在在黑带他们 优优独的职业 我们都发展恐怖 我们来到HustlerCasino Live 我是DavidTuchman 我到达了